今年第一批采购的辉瑞BNT儿童疫苗周一到货 教育部在昨天也正式发函给各县市还有各级学校 从25号主序开打 建议77.76万剂以5到11岁的儿童优先 在意量能安排给12到17岁的青少年施打 根据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所发表的数据 又同打BNT疫苗可以减少住院率达68% 国内医师也说 目前数据显示孩童打BNT出现心肌炎的几率比青少年低 但是有医师提醒即使儿童打完两剂的BNT疫苗 续航力只有两个月 家长要格外留意 77.76万剂辉瑞BNT儿童剂型疫苗终于到货 疫情严峻下让不少家有幼童的家长松口气 因为在莫德纳外还多了一种新选择 第一个想到BNT BNT好像目前家长都比较能接受 因为国外也是让幼童就是学龄童都有打BNT 打会打但是没有一定要打什么牌子 为了加快施打速度 教育部17号已经正式发函给各先市和各级学校 从25号开始逐续推动疫苗接种 建议先以5到11岁的儿童优先 再依照量能安排给12到17岁的青少年施打 同时教育部也会减送疫苗接种医院书 万一学生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可以请三天的防疫假 两季间隔建议是12周 根据美国新伊格兰发表研究指出 儿童打BNT疫苗可以减少住院率达到68% 降低住院率至少一倍以上 减少重症 5到11岁打完以后 它的严重感染的几率会降低 打疫苗这一组没有出现死亡 也没有出现多系统发炎症后期 抗感染的需要你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两个月 第三个月可能它的效果就没有了 将有新波的变异株来的时候 就要感染那个时候临时多接种 不然太早接种能够 其实对抗感染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依照科学数据儿童是打BNT疫苗 虽然出现心肌炎的几率比起青少年还要低 但专家也点出打满两剂 续航力只能维持两个月 打或不打是打BNT或是莫德纳 更有优缺点 家长七天的思考期都可以纳入考虑 记者这么多